现在正是机会 那襄阳王和西夏王看此合作 但赵爵他的野心 你我是看得清清楚楚 复辟大宋之后 必顶窝里返 到那时我们安家 还是最大的赢家 那徐良若是归舍我们 是最好的结果 如若不然 斩草除根 免留后患 爹 幸亏放了盐茶散 要不然徐良这一刀 一定不会手下留情 女儿啊 还是你想的周全 接下来 咱们就让襄阳王他们打头阵 咱们只需静观其变就好 那不行吧 万一他们把大宋给灭了 咱分的不就少了吗 就凭他们这帮人 怎么灭得了大宋 一群疯狗而已 丧家之犬 就让他们在前面咬 在前面叫 到时候大宋皇帝就会心虚 咱们趁机得几座城池 也就够了 有道理 父王就听你的 该死的徐良 下次见到他 一定给我抓住他 好 慢点啊 您慢点 去 廖宇 你 拯罚 你 唯我 咱们 天啊 你 让李兄担心了 没事 没事 没事就好啊 我看那徐良武功高得很啊 李兄认识那个徐良 略有耳闻 略有耳闻 他是开封府徐庆的儿子 本王与这伙人呢 打了多年的交道了 赵兄 您请坐 好好好 大宋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这对我们很不利啊 不如趁现在大军还没有开靶 我们就此打消这个念头 李兄多虑了 他们早晚都会知道这件事的 咱们不但不打消这个念头 反而还要加紧的行动 那宋兵若是知道了这件事 必定派兵前来攻打 到那个时候 那可就是生灵涂炭哪 西夏可就完了呀 李兄啊 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 这攻打大宋势在必行 如果咱们先发制人 还有一线的生机 要是坐以待毙的话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赵兄 言之有礼 父王三思啊 不用说了 我意已决 也罢 既然王爷言之凿凿 那就由王爷您来打头阵 大公主厉害 我到时候要看看你赵爵怎么办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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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得呀 我是来帮助李兄的 怎么能先进咸阳称王呢 这个功劳自然是李兄你的了 王爷原本就是大宋之主 不进咸阳也是王 我大夏跟随王爷便是 那好啊 既然公主能听命于本王 那是再好不过了 李兄 公主 那就请你们先打头阵 我来坐阵如何 王爷此言差矣 大宋朝中有王爷救僚 军中还有王爷救部 大齐一挥 王爷自然是一马当先 朕必一呼改朝换代 那岂不止日可待 这无兵无将如何一马当先啊 我大夏分你一对兵马 大夏所有武士 都愿为王爷马首是瞻 可惜你娃娃说了不算啊 我这个娃娃可是大夏国公主 一诺千金 父王以为如何 正合我意 王爷 我有一计也许更为拓荡 好 说来听听 稷儿 你来说吧 嗯 王爷 安徐两家本是世交 我和那徐良打小便指负为婚 只是后来各奔他处不再往来 今日已见 他对我仍念念不忘 如若那徐良能被我们所用 岂不甚好 那 安之女有什么计谋啊 这徐良已与我约好 会来安家提亲 到那个时候 我自然有办法对付他 另外 这朝中重臣 开封府展昭 四属四小义 都会来道贺 咱们便可趁着 京城空虚 杀定皇城 拿下人踪 不知王爷 意下如何 好 正合我意 府邸抽薪哪 都说漂亮女人不可信 果然 安姐家安姐姐 枉费我对你一番情谊啊 想得好说得好 但却实现不了 为何 徐良不傻 开封府也不傻 你前者半白云锐 行刺大宋皇帝败路 现在又要假借和徐良成亲 来骗取众人 谁会相信啊 公主说得是 所以我要追上那徐良 和她一起敬经面圣 假意请罪 弃案投名 我想那仁宗皇帝 定不会为难我这个小女子 到那个时候 我和徐良的婚事 不就成了吗 那往后的事 不就更好说了 好 见了那小皇帝 笔刀给我上了 如有可能 未尝不可 我的娘 这也太咸了 交代给你的 你都记住了吗 即使记住了 可是我脖子后面 直冒冷气 咱这干娘 真不是不爱给的 废话真多 你先走一步 去京城南门小树林 等着我 这为啥呀 我知道了 你是怕我拖你后腿 知道了还不快走 干爹 你保住身体啊 干爹 英雄难过美人关 这关你可一定要过啊 废话真多呀 你们一定要跟好安静儿 一有机会 把徐良给我杀了 回王爷 以我俩的武功 要杀白梅恐怕 哎呀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你们不能见机行事吗 阿女侠能同意吗 这父女俩的野心很大 如意算盘打得倒是不错